如果不是因為這樣一場疫情 我從來都沒有覺得 像我這麼渺小的人 原來也可以為自己的國家 為自己的城 可以去奉獻一點點什麼 突然之間不是就看到一篇報道 就說武漢是封城了 然後就看到朋友圈裡面 鋪天蓋地塞的就是 到了個出口嘛 路口上面全部都堵車了 說十點鐘就出不去了 朋友圈裡面突然間有一天 就會發了一條朋友圈 說明天就會有一側運送物資 現在缺車缺人 當時我就加入了 這樣一個群裡面去了 那時候就說封城了之後 知道吧 說醫務人員吃不上飯 所以說當時就是報任務 醫院裡面報你們需要多少份 我們就送多少份去 在疫情期間 我每天幾乎是準時五點鐘起床 去拿貨 就去送到醫院裡面物資裡面 去不停地送 不停地跑 社區這邊的一些居民 他們的物資也是非常緊缺的 幫他們去採買物資 我開著車子武漢三鎮 我後面都跑了三十幾家腰臉 才能買漆 從你進門 脫防護服 卸身上的這一套裝備一個小時 差不多上床睡覺有時候 就幾乎都是凌晨兩點了 然後睡個兩三個小時 又要起來 起來就去 在這個做志願者期間被歧視 那肯定是必然的呀 不讓我們回家 我在車底上面睡了兩個晚上 小區裡面不讓我們回來 那一刻其實在車上的時候 還是挺委屈的 但是一旦一清早起來之後 又開始去執行任務的時候 我就忘了 有時候我回到家裡面 很累了知道吧 家裡面門口就會放著一些水果呀 然後有時候還會有一些 小朋友寫著貼了一些紙條子呀 我就覺得再累啊 我就覺得我挺值得的 我從來都沒有覺得 像我這麼渺小這麼普通的人 原來可以被別人稱之為英雄 我們所有的人鄰居在一起 每個人都盡自己的一點點心 出自己的一點點能力 它就會變成了一股大的力量